好嗎 謝謝 謝謝小婷 來 我們今天希望可以把第十五章 插動滑車全部做結束 上一節課我們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插動滑車 在同一幕上有看到 老師也跟你說要怎麼算它的機械利益 這個機械利益這個公式很重要 大低減小低 兩倍的大低 大低 二大低 二大低 就是二大很餓 所以想要好好吃一頓 所以想到惠什頓滑車 它的分子就是二大低 這個要背起來 那老師也跟你說 如果考慮磨損的時候 你就要再把機械利益乘上一個機械效率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叫ETA 彎彎的有點N N在下面長尾巴叫ETA 這叫做機械效率 那惠什頓滑車這個是統徹很愛考的 它的重要性大概佔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也就是說如果你第十五章要考的話 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率一定會考惠什頓滑車 那這裡的重點第一件事情 你要能夠欣賞它的公式 請看這個公式都是跟大低小低有關 都是上面這個滑輪的直徑 這兩個滑輪的直徑有關 跟下面這個洞滑輪的直徑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再來請問它的鏈子是一條還是兩條 你看一下課本 你們課本剛好去抽查沒有關係 老師跟你講 你如果看這個圖你就知道它的鏈子是一條去拉成的 所以鏈子只有一條 知道嗎 這是重點喔 再講一次 惠什頓插動滑車鏈子只有一條 而且它的機械效率跟它下面動滑輪的大小 也就是直徑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看它的公式就跟大低小低有關係 這樣知道齁 好 再來我們看最後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中國式腳盤 如土所示 你有看到它左邊叫做大低也就是低A 它有一個骨輪對不對 還有右手邊有一個比較小的骨輪 也就是它有一個大骨輪跟一個小骨輪 那個就是中國式腳盤 那中國式腳盤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下面會有一個動滑輪 對不對 中國式腳盤 你們知道什麼叫做腳嗎 這個字在哪裡有看過 頭低低 臨方魚 欸臨方魚 欸臨方魚 腳在哪裡看過 你在哪裡有看過這個字 腳肉 腳肉 對 你知道有一種刑叫 刑法叫腳形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是腳形嗎 腳形就是把人上吊 脖子正靈 人如果上吊自殺 請問死相會不會好看 不會 舌頭會躲出來 為什麼 缺氧 人在死的前一分鐘在掙扎的時候缺氧 它會一直缺氧 想要呼吸到更多空氣 所以舌頭會生出來 然後下一個階段 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 會全面失控 所以上吊的人 開始大腸小腸 無法控制 它的大便小便 全部尿出來 所以上吊的人 最後它的下面 除了臉部缺氧 這裡有紅色粉紅色血塊 這裡有血痕 下面大便 下面就是 如果它沒有大肝劑 下面就會有大便小便 而且是臭臭的 知道嗎 所以你們這些愛漂亮的女生 愛漂亮的男生 千萬不要自殺 知道嗎 休聽 不要為愛自殺 知道嗎 自殺罪華不歹 自殺是算殺人罪 你知道嗎 不要自殺 像老師騎車騎過這個牆 旁邊就寫 退步還闊天空 真的是這樣 好不好 然後就算 而且選擇上吊自殺 是最沒有美感 因為你下面都是大便小便 真的 真的 好不好 欸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字喔 這個就是腳團來的 你看喔 你看它分子是什麼 4R 4R念快一點 來 林芳瑜念快一點 4R4R 4R 對不對 腳盤腳 就想要上掉 腳型 4R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你看下面分母也是大便小便小便有沒有 有喔 它跟前面的惠頓 插動滑車 分母都是大便小便小便 但是很容易同學背錯公式就是上面的分子 所以你就記腳盤的分子就是C 知道嗎 你這個最重要 我教你怎麼記 那惠頓 這個中國式腳盤的重點呢 你看一下 第一個機械利益這個公式一定要去記 去記 而且你知道這個公式隱含著什麼含義嗎 因為下面的分子跟分母 因為下面的分母是大便小便小便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大便小便小便越小 分母會越小 機械利益會怎麼樣 越大 對不對 對齁 想一想 分子分母越小 機械利益會越大 也就是說 你這兩個 你這兩個 輪母 如果直徑 越來越接近 兩個相減差越小 你的機械利益會越大 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 那如果越大 你的這個差越大 機械利益就越小 所以你要能夠欣賞這個公式 所以你看前面的 會是這個插動滑車 你看 跟這個來看 插動滑車 大低 減小低 如果越小 他如果命題的話 也是本張重點 25% 非常重要 那你會說 老師 插動滑車 插動滑車 跟那個 中國視角盤 25% 25% 那另外50% 命題重點在哪 命題重點 其他的50% 就是在考你那些 組合的 複合式的 複合式的 動滑輪 定滑輪 組合 那時候你就會按照 老師上一節課跟你說的 你要知道 同一條繩 張力是 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接下來 是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 本張的講的 電動鏈條 吊車 這個東西是等你畢業之後 你去工廠就會看到這個 你們家有沒有人是工廠的 張柏葉家裡開工廠 又是產業又是開工廠 郭爾代 他們家工廠就會有這種 調重物的東西 叫做電動電條吊車 這個東西又叫天車 因為在天空上 有點像車會走來走去的 像左邊式是掛鉤式的 你看那個頭 左邊是掛鉤式的 它是定點 調化物體 因為剛剛的人 調地上的 對 這個要小心喔 一般在工廠 你都要戴安全帽 它可以調大型的鋼條 機器 都是用這種調 右手邊的是移動式的 軌道型的 有沒有看到 這種就是可以移動的 它本身可以橫向移動 所以它調化的範圍會比定點式還得大 所以它具於它的機動性方便性 你可以這麼說 這個東西你知道就好 將來去工廠你就知道 老師以前我們在學校也學過這個 一個是定點式一個是移動調圍式的 那這樣老闆就會對你另眼相看 那後面的例題像這種考題像這種組合式的 就是統測50%會例題的 那我們在這個總複習 或者是一張黑白一張重點 我們這也不提太多 待會我們就直接看例題 老師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就把第15章所有的重點全部講完了 老師再幫你做濃縮的整個複習一次 來第15章的重點 從頭到尾我們再講最後一次 你們我們就結尾 起重滑車一開始介紹的是槓桿原理 你要知道這三種槓桿 一個是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 知道它是你的基礎 考試很少直接針對這個來命題 那接下來你就要知道 機械利益跟機械效率的算法 這公式非常重要 一定要記、一定要背 接下來他就會介紹這些 啟動滑車、複合滑車的種類 那這裡我們再講一次 他的命題幾率是50% 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考 會做利益的分析 然後接下來重點就是 惠士頓插動滑車 重要性25% 最後就是中國式腳踏25% 這就是第15章啟動滑車所有的重點 好消停幫老師按讚 我們就第15章全部